就像你平常说的 不许表演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对 确实会存在很多的遗憾 因为回头看 一个作品完整的展现出来 你总会觉得这个地方 我可以更好 但是没办法 机会是有意思的 像子弹打你一场 你不可能打你 特别是那啥 唱唱的理想型 就会闹到你Q了是吗 可以调调一下 调调一下 对 可以肯定一个小小的福利 我的理想型 它可能不需要 外在有多么的帅气 但是呢 要让我发实 然后能够 内心比较富足 对 内心比较富足 跟我一样比较喜欢自由 然后很发实 安静 比较能够包容我的一切吧 还有就是网友在问 你的口红色好 我看你不看我去采访吧 我看完又采访 又开始Q流场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听过来挺好 发现自己添出去的时候 对 所以很少不愧直播 我今天口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色号 但是我发现一个小技巧 就是玩那种哑光口红之后 你再能点点那种唇 右 唇膏应该是 唇膏按着唇 唇膏吧 就像那种唇膜一样的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就感觉 你能盖到吗 粉丝们学到了没有 你上升什么星座啊 在这种瞄吗 没法上升这种座位吗 我们聊 远离我们今天的主题 聊了聊 咱俩打电话一下 我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 先唇膏 vez见 20ip Until xicking 1 2 1